好 一天 三月份可以佛多天 从沙天用的 变压不住过程 这些人的生命也要提办的时间 佛阿爸弹了什么 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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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是 弹大是我 弹不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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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使他 相当的 拥不使他 说两个 弹不使他 弹不使他 很难 要第一个 要凶逼 行 一年一度的必頒 感恩大會 感謝今天事得 今天大會能夠給我們機會 在這邊給我們平平安安的上課 各方面都有掌勁 智慧打開 現在我們休息完畢 讓我們恭請我們的大家長 有點難吃 跟我們慈悲 立 請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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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們講話 老師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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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話 講話 我講話 講話 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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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話 教授這麼有心 有的是今天有三個國家 道清 印尼 新加坡 馬來西亞 三個國家 還有南部 東南北部都有道清回來 這個是盛況 也是我們年終謝恩的一個真實意 大家要了解 我們除了來聽道理之外 是要抱著一個自誠之心 感恩老天 這一年來我們平平安安 知道嗎 然後接下來是要懺悔 為什麼要懺悔 老先生講說一年一道懺悔 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 有很多的想對的 講錯話的 做錯事的 藉著今天誠心敬意的懺悔 跟老母懺悔 老母就會跟我們贖罪 但是不可以重犯 所以今天的意義深遠 所以我們大家一定要抱著 百分之百的自誠之心來參與 那如果你身體有什麼狀況 一定要跟淺顯講 不要撐好不好 因為天氣很冷 大家都那麼有心 可以感動老母的 這是這個 現在我們請借丁禮給我們十杯 臨時換假 定人承 好 大家請坐 謝謝神經 我先說過一天好了 你們就當中民宣傳 今天他們都在過幾年 全部都說過一天 跟他們南部的情人 全部都說過 那說過一天比較疼愛 真的嗎 好 我們大家都是同戰天恩師的 老千人 千人大德 還有典團式的慈悲 才有這麼一個機會 走路修道的路 對不對 後學有很深的感受 我們今天求道修道聽道理了 怎麼說都是明理的 所以對很多的事情我們都會比較理解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今天是年終謝恩 秉持著老千人在世的時候 都這樣子帶過來 我們才有這個機會懺悔 才有機會說跟先佛感恩 所以說謝恩 那我們因為天氣也很冷 大家要穿暖一點 諸佛不曬也很關心我們 那我們今天呢 很難得就是說大家這麼冷的天氣裡面 都有這麼樣一個熱心 自誠之心回來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國外的道青 介紹你是哪一國的請你們站起來 站起來的時候動作什麼知道嗎 知道嗎 好 我們先介紹 印尼的前嫌要來台灣不容易 有很多很多的條件 他們要過來要經過子民宮寫一個邀請函 然後他們拿來這份資料去 什麼聽啊 什麼聽啊 在那個外國的辦的辦事處 才比較容易過來 不像我們去哪一個國家都很容易 所以人的不容易就是表示他們自己之心 所以才有這麼一個機會 好 現在接下來介紹馬來西亞的新加坡的一起站起來 因為他們最同樣的 好 介紹一下而已啊 各位好 請坐 要跟各位前嫌說好 要光笑 為什麼為馬來西亞新加坡一起介紹 當時的印緣是從新加坡先開荒的 那新加坡開荒之後 因為某種印緣又就轉到馬來西亞 所以那些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道親 都是一起共修的兄弟姐妹 所以兩個國家一起介紹 因為他們跨兩國嘛 不用很清楚說你是新加坡你是馬來西亞 其實都住在馬來西亞 到新加坡去工作這樣 好 那今天就是說 應該是四個國家吧 對不對 四國聯合 所以說呢 這個老前人諸佛菩薩講說我們 道是傳萬國九州 是不是 所以現在呢 老前人住世的時候 就已經傳遍了萬國九州了 所以我們這樣的一個殊勝的姻緣 要感謝天真師德 還有老前人前人 慈悲從大陸這樣飄洋過海 捨家捨夜的來到台灣度化我們 那我們才有這個姻緣求道 也才有姻緣的到各國去跟我們有緣的道親的去度化他們 跟我們一起走上修道的路途 所以看起來是好像很簡單 其實容易嗎 我們能夠修成佛的先決條件是什麼 知道嗎 聽懂不義的人要趕快回答 他有一個條件 哪一個條件 第一個 一定要上天降到對不對 對不對 上天降到還要勞動老祖師發豪願 紅願 然後還有師尊師母兩位老人家 統領天命 如果沒有天命名師來跟我們傳道的話 我們有機會求修道求道嗎 沒有 還要老前人這樣子捨家捨夜來到台灣 還要點的是點開我們生死門路 所以我們才知道 喔原來我有一顆佛性 我才知道說我要如何 然後平常的話講道理給我們聽 就讓我們了解說 原來我要用什麼樣的心修 我才能夠成佛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 我們了解我們的佛性所詐 還有我們更有福氣的就是 露生露生 夢露生 有福氣 老實老實就是有福報 所以呢 我們才能夠得到說 喔老前人住世的時候呢 還有師尊師母都一直告訴我們 要從自信裡面下公路 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的自信佛在哪裡 對不對 在嗎 在這個阿神就會付出在哪裡嗎 在 在 欸這個就是很大的福報喔 在 但是知道了 又了解要從哪裡下公路 是不是 腐敗又更大了 你不會在 人生苦玩裡面飄蕩 沒有一個 不知道一個指處 是不是 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指處了嘛 所以 我們就會知道說 從那一個地方下公路 臉傳師呢 一直十幾年來一直跟我們講 要從你哪裡下公路 我們都知道的 但是呢 我們知道了 要去做啊 對不對 要去做嘛 好 那請問 各位請請 我們對到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字 有沒有這個字 有沒有字 有沒有字 有信心嗎 有啊 有信心嗎 有 有放電嗎 放電話就同時分頭太久了 好 關鍵的時候我菜要重大顆一點 是發什麼熱 發什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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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are not here yet.. What things are you saying? Giving them to your home.. You are right.. Yes.. You are signing to your home.. Are you signing to your book.. Are you not signing to your home.. If you have Под catalog here.. So.. And they have to deal with what is happening with you.. That you will see.. So.. 在土外國武園 像土外國武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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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那樣的朋友 家裡的子民 用左邊說 叫五號 你懂嗎 我們從家裡所有人來 子民公參加這個年中選 如果你只有想 你腳碰走的話 會到嗎 會 不會嘛 對不對 一定要行 知道到的寶貴 我們一定要去試 知道三寶修辭很重要 可以成佛 我們就要下公屋 這個叫做行 然後就正了 你有經過信 然後有這個念力去 有發了這個念有去行的 那你就會正佛 對不對 會真嘛 有信心喔 用無法念喔 用無法念喔 你會有真理喔 對 倒有信心 但是沒有發言 但是也沒行 請問有證明嗎 有 人家齁 也從來講法話 吞得功都佩 吞得這樣吞得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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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意思就是說 講到前行 出國武園講了這麼多的諸羅廟禮 講都歸讓他講 我們信心有 但是沒有發言也沒有行 那怎麼去證證 道的寶貴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我們大家看到很多很多的前行 他年邁了 年邁就是都很老了 年紀很大了 身體還不好 可是他還是道場有什麼事情 他都來父子 都來參與 請問這個重點在哪裡 心 心 願 心 重點在這個心 對不對 他對道 深信 無疑 對不對 他對道 深信 無疑 然後他一個信念說 我道這麼好貴 我一定要修成 這樣一個願力 然後他就道場有什麼事情 他都來參與 對不對 平常道場沒事情 他在家裡都會做什麼 自信三保 修行動物 那你請問 到最後呢 都會不會成佛 可以 我們山豬府有一個老菩薩 就是那個 廖民家 廖國母 請他站起來 我要講他的故事給大家聽 不用叫國母 看你了 他老人家 天相大家 我要講他的真實力 這個是很實際 不用拿外交流品 這個是我們現在可以見證的人 他老人家的年紀這麼大 像從 百世紀愛經 他是三十五的道親 也是譚子之音 他在人生過種受了很多的謀練 怎麼樣考 他就考不退 怎樣生病 他就是沒有忘得到 在他之前 前陣子 他因為下著魚 他老人家不曉得去哪裡 經過那個大橋 他老人家的腳一滑 不小心一滑 整個人都從橋頭摔到橋底下 然後沒有人知道喔 他不然昏迷多久沒有人知道 可是老天見惡他的校 那個誠心喔 外經過多久他醒了 沒有人去救他 因為沒有人看到橋底下嘛 然後掉了 臉都腫了 然後他自己從橋下的那個勾啊 這樣慢慢的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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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上橋上 爬到橋上喔 這是眼睜睜可以見證的一個 對大的信心的問題 就是三件事 這四個字他表現出來的 然後呢 他生病住院了 聽到原來是講課 講課講課 他就是請假 在醫院跟醫生請假兩個小時 因為他們上課一個半小時 連拜火這樣加起來了兩個小時 他請了兩個小時去聽道理 時間到他才回去醫院 這個誠心是不是就是醒出來的 對不對 然後他跟後學講說 喔 我的因緣果報啊 我的業章很重啊 這一次一摔下去啊 我的業都消了 以後我修行就是 就是很自在了 很燙 通燙了 請問各位前學 我們聽的道理會比他少嗎 可是我們的附近有他的境界嗎 不見得咧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六祖不認識字 他會成一代主事 是什麼 憑什麼成一代主事 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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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的那顆心 憑的那顆要成佛的心 所以六祖他來講 才講說不求一物 為求做佛 我們的知效沒有這麼大 唉唷 我會敵 會省風喔 怎麼知道會成佛嗎 你這麼疑惑 那這個在修道陸主受考 你就會有障礙了對不對 像六祖的志向說 為求做佛這樣的一個志向 你有這樣的深刻的志向 碰到什麼磨練考驗 你的道心就不會退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就是性跟怨對不對 性跟怨的聯合起來的力量 性跟怨加起來力很大 大 這個怨力很大 這個怨你發這個怨你這樣去走 你就能夠 你就很自然的會自動的 自動聽得懂嗎 會自動的到場有什麼事情 甚至到場沒事情也會關心 你會自動的 那你一定正我嘛 所以他就講說 以後呢 我就 因緣果報就了了 我就自在了 我就快樂了 這樣 唉這個信念很重要耶 這樣了解嗎 他不會像一般的說 喔我這麼誠心 為什麼我菩薩沒有慈悲 怎麼讓我摔得這麼嚴重 然後臉又腫起來 然後沒有人救 自己爬上岸 唉 這個他老人就這樣跌倒 這一個喔有什麼很大的取勢喔 生死是自己誰自己幫人 人家幫我們了嗎 啊 上岸要一家了要給你太遠了 對啊 他的展現就是生死是自己了的 他這一幕啊 讓我的體會是說 生死是自己了 不是靠別人 不是公修公德 佛修佛德 不是說我陸本身行 我陸本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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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了解嗎 所以公修公德 佛修佛德 個人有個人的因緣果報 個人有個人的使命 要各自去聊 不是要靠誰 這樣聽懂意思嗎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跨了一百零 一百一十四年吧 2014年 希望大家心境提升到 自動自發 自動自發的關心道場 自動自發的來復始這個道場 不用前面的人交代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因為這是我們自己要聊的使命 所以我們要覺得很感恩很感恩 比什麼人都要感恩 感恩什麼 求到大 感恩知道要怎麼修 感恩是要來修持怎麼下公屋 感恩知道我們要怎麼成就佛 對不對 有的人他還不了解啊 他只是 只是一直渡人渡人而已 他沒有從心性下公屋 外公做了很多 內的並沒有鑑定 請問可以成佛嗎 不然法會為什麼要講內外公修持 對不對 法會被我們進入法會班講內外公修持 就是告訴你內公是什麼 外公是什麼 外公不是 不是媽媽的爸爸叫外公 是我們自己的內心的修持 內外公修持 你外公有 你內德沒有的話 內公沒有的話 是不圓滿的 所以才先佛不再一直告訴我們 我們來聽道理 就是要成就什麼 他來躺著你還要生氣嗎 他來躺著你還要生氣嗎 因為呢 明理才可以解你心中的環繞 對不對 明理才可以解開你心中的是非 明理才可以跳過人世間的忽著 你很清楚 你才能夠跳過 是不是這樣子 那你能夠這樣跳過的話 你的內公就有了 是不是這樣 外公平常大家都很 很有心要做嘛 對不對 從年輕做到現在 從球道做到現在 外公 外公做的比較多 可是內德呢 不足 所以老前人才會講說修修內德 對不對 因為老前人知道 老前人最喜歡用苗栗道場去光明人家之家去環保 他說我們苗栗的道經啊 董食 董會做很會做又很會吃 可是老前人都很開心 很開心 因為怎麼樣 都老實修行嘛 前面的人安排 當地的人安排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我們沒有話 知道嗎 我們沒有話 這樣我們洗貝丹 我們就這樣乖乖的來去洗貝丹 這樣我們掃地 我們就聽話了去掃地 就是因為這一點老前人是金賞 所以他常常都跟很多的地方的地區的人講說 苗栗的道場啊 你們不要看他老實老實喔 他們很會做很聽話 又很會吃喔 很好的咧 這樣聽得懂嗎 不是說我們很會吃很會做 他是 他老人家讚賞 是我們那個自誠之心 讓善良的心 老實的心 老前人欣賞這一點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你看老前人他老家要 要成道之前 哪一個道廟哪一個道場都沒去 唯獨來子民工 連那個阿堂哥的哥哥大哥啊 很少接近道場 他就跟我講 哎呀知靈啊 如果各位啊 那劉經理叫劉玉嬌嗎 他說我的阿嬌啊 真的是讓老前人信心 你看他老人在身 還沒有去世之前 就會來子民工看看我的阿嬌 那可見我的阿嬌呢 就是賭食本分 所以讓老前人賞賜了 聽懂嗎 他就像我們聽很多道理 可是他看了這個 聽到這個嘻嘻 他就特地體會到這一點 這樣了解嗎 所以啊道理不是要聽懂 要會悟 然後我們劉經理常說 要參要悟嘛 要去悟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很有福報 那我們要好好的去珍惜他 受什麼要磨 受什麼爛 受什麼示威 你就是不要忘記的到 因為那些示威 那些磨裂 就是成長力 成佛的一個因緣 大家了解嗎 了解不了解 希望聽了就是 怎樣 留眼留在心中 受謀受難受考的時候 你的心一定不能夠忘記道 因為我們實在是得天獨厚的 天師交織 上天的眷屋 所以守道的道場 我們是最多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大家要守道 是不是我們有一個前前 點傳師 留點師 他一生中所做的行為 我們都看在眼裡 對不對 他是一個賭食的人 當時他會領天命 是老前人下鄉廣明的 聽說在山灣問道經 問兩個人 他也想要這兩個人 要提拔兩個人 可是老前人他要看我們道經 對這個前面的引導的人 信心如何 那他老前就講了我們 劉經理的名字 他其實沒有講話 就說他是這樣的 聽得懂嗎 然後另外一個 他就說是這樣的 聽懂嗎 老前人就知道了 所以就提拔了留點人師 這樣了解嗎 了解不了解 我們何起榮幸 修道就是要顧 修道就是要顧老實 不要投居取巧 不要心思太多 對不對 那種煩的東西 你一定要 一定要 藉著聽道理 去步驟中 慢慢的要放下 這樣的話 聖天才會眷顧我們 不然的話 我們得到那麼殊勝的道理 殊勝的道理 也告訴我們 這麼殊勝要怎麼去行 那我們這一點沒有剷除的話 沒有藉著到考驗磨練來消除的話 我們還是不能成 只是上去看看 這是老前人講的 你可以上去看一看 這裡就再下來 這樣知道嗎 就像我們國外三個國家 來台灣走一走 看一看 阿尼山都變這樣子 一年一是這樣子 你還不要回去你的國家 要不要 要啊 我們也是 我們來人世間遊玩而已 我們來人世間走一趟 但是我們不是來人世間遊玩 我們是來人世間步道 在我們才能夠成就 這樣了解嗎 好 時間會不會超過 好 好 那我們就 啊 不增 大家太過 太多的時間 其實 我們道理抓住了 忠心思想 你從那邊下公屋 一定成保 不要懷疑 因為佛舟上所做的 蘇魔菩薩 就是抓到忠心思想 抓到那個眾頭 所以他就 就是不退轉的心 任魔任考任念 他就不退轉 因此他能夠坐在佛桌上 讓眾人供養景仰一拜 這樣了解嗎 那我們就學佛 我們今天不是來學佛嗎 對啊 看你要學哪一尊佛 每一尊佛都有他的特質 對不對 像我們紀功老師就是瀟灑脫落 是不是 人家怎麼樣 人家怎麼對待他 他都好了 因為他心中有道 人世間的人對他怎麼樣 他是世間的人 他了解世間的心態 所以他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不會影響他那一顆心 對不對 比如說你看菩薩很慈悲 你要學他的菩薩 那你要看觀音菩薩 他的典故是什麼 他的傳技是什麼 你是學他的那個部分 那以後你就成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佛不是給我們求 是給我們效法的 佛露也要不然很求的 要不然很快的 可能教我們這尊佛 研究清楚 他一生的演用 做演用的行 會很天氣的行 會天氣的行 會太陽拜祖神 那些佛 大家了解嗎 这样清楚吗 清楚 好啦 反正就是你们的负责讲师 也是尽心尽力的跟你们讲道理 那就看自己的悟性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要有没有要把握 那有把握每一年都会进步 后许发现大家进步很多了 至少来到佛堂的时候 不像以前像菜市场一样 这一点就可以看清楚说 就可以了解说 大家有在三宝下一点功夫 但是够不够 要下到成果为止 不是三五年 叮叮的就好 这样听得懂吗 不是三五年拼一拼就好 是要修到我们眼睛闭的那个时候 所以说长不长 看老天给我们多长的岁月 对不对 所以要随时都要把握 什么时候要杀手归西 我们都不知道 那一句会转 所以 大力主要把握 这样太大了解吗 好今天就跟大家鼓励到这边 如果有不讲父员们 就要请老母子在设罪 来请大家多多指振 谢谢 好 好 谢谢 谢谢 四 三 四 好 好 好 这样的日子